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來AirBot開箱 AirBot其實它的功能就是從鍵盤的 螢幕變成到這個是可以觸控的螢幕 那它其實就是沿著你的這個尺寸邊界 對 大家說的是15.6 直接接在UFC3完全沒有任何驅動程式 直接點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再點兩下它就進來了 對然後這是大叔去Vorali的騎車博物館 那如果往下滑呢 這邊你看喔對它就過去了 再往右 往右 對就會過去了 好 對它就回來了 對 好 那如果把它關掉呢 因為它邊邊會稍微比較不好控制 所以你可以稍微試一下你的電腦螢幕 好 用它放大 對 好 我們這邊就來 看一下V10了 影片 其實很簡單 這樣拖著 比較滑來滑去 很震撼的聲音 好 把它關掉 噢 點到了 對 這是比較小的 把它關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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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